人口贩卖在古代西松平常 可自次涉及到官府甚至宫廷 他们假借御前人缘之名 强买平民 男的称小手 女的称御勇 这些小手御勇被买下后 竟都送到东宫 孝敬太子爷 太子不仅喜欢宫外妇女 连面容俊俏的少年 太子也兴致勃勃 这让康斯皇帝着实无法接受 日前前普寨诈骗 台湾人沦为猪仔 遭到性侵 虐杀 甚至活摘器官 吓坏了国人 这种人口贩卖的事件 在清朝也有类似的案例 甚至动摇国本 时间回到康熙四十二年 深受康熙皇帝宠爱的 皇太子应仁 已经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储君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忍不住了 居然在索额徒怂恿之下 决定谋逆犯上 气到康熙大骂索额徒 是清朝第一大罪人 不过康熙顾及父子之情 没有对太子做出任何惩处 没有想到太子应仁不知悔改 在一次康熙出爱行为的旅程当中 太子在帐篷外偷窥父皇 康熙认为太子一徒是君 当场废了他 但是两天之后 康熙才小遇大臣 他废太子的真正原因 是太子长期以来逼迫下属 到处代购 面貌较好的男童跟女孩 供自己享乐 请看资深记者 陈湘怡 叶家静 卢玉婷的深度报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逝 十一月二十日 皇嗣子应征奉康熙遗诏 于太和殿 及皇帝位改元雍正 雍正一登基 就不被兄弟认同 甚至质疑他得位不正 这有可能吗 素有盛名的八贤王隐私 又为何与地位无缘 最重要的是 当了三十八年的皇太子应仁 为什么跨不出 登上大宝的最后一步 究竟康熙父子间的天伦纠葛 雍正兄弟间的捉对厮杀 这背后发生了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 让我们细细说给您听 康熙的太子 名字叫做应仁 这个人有福气的意思 那他是跟他的皇后 贺舍礼所生的这个孩子 所以在他大概一两岁的时候 就立他为太子 那他对太子非常的疼爱 可以从几件事情来看 就是他在四五岁的时候 就得到了天花 所以他得到天花之后 他是几乎把他的工作都放下来 就去照顾他 年幼的应仁得到康熙满满的父爱 随着时间推移 到了应仁青少年时期 康熙为了安定边界 不得不挂甩出征 康熙三十六年 康熙皇帝决定 御驾清真准格尔布 由太子应仁监国 而康熙御驾清真格尔丹 回城途中 私奔思念太子 特地写信给太子说 如今可喜地踏上归途 不经思念请你来 现在正值天气变热 把你穿的棉衫 棉葛布袍世界 挂世界送来 务必送来旧的衣服 我会在想念你的时候 想穿上你的衣服 不过太子面对这些宠爱 却极少回信 在父爱得不到相应的回馈下 康熙也忍不住写信抱怨 他说 我因为害怕皇太子在远方担心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 把我们在这里精神抖手的样子 书写起来送过去给你 为什么你却连一句话也不回信呢 光是写这么多封信 你知道要花费多少心力吗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写多余的事情了 康熙这样的使信者 已经不是宠爱 而是溺爱了 天高皇帝远 太子应人早就把父皇掏诸脑后 监国期间 太子动不动就责罚满朝文武 更沉溺女色 幸好康熙出征前 命令侍卫内大臣索额徒 协助太子福利朝政 没想到索额徒积极地替太子超前部署 索额徒是索尼之子 也是太子申母三叔 身为皇亲国妻的他 一开始就受康熙重用 把边修亲世主食路的重任交给他 康熙十一年时 索额徒完成边修任务 被封为太子太父 照理来说如此的提拔 他应该要知恩徒报 可是实际上 他却辜负了康熙的期望 因为索额徒后来跟明珠之间 就卷入了政治斗争 所以他在皇太子这边 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甚至还怂恿这个皇太子 可能有一天去取代这个皇帝 索额徒本身自己 其实是一个浩大喜功的人 那其实也是比较嚣张把握的 因为掌握权势 再加上他在朝政上有一些攻击 所以他在朝廷都有一些 结党临时的党羽 所以他这个样的势力 其实也是太子党的一个 主要势力来源 那所以太子在他的一个教导之下 当然慢慢的就会比较 走向一种对于权力的一个谋划 索额徒灌出他一些 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 他自然而然就从过去 康熙所认为的一个文武双全 一个聪明的孩子 到后来变成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康熙皇帝又认为 本朝的最大的罪人 就是他曾经最亲信的占有索额徒 因为他把他的孩子给交还 哀莫大于心死的康熙 被最深爱的孩子狠狠捅了一刀 可是无私的父爱决定原谅太子 因此康熙四十二年 处死索额徒的罪名是藐视皇权 并无提及太子谋逆之事 但康熙的动容却加速皇子间的争斗 因为他很早就被立太子 所以诸皇子对于皇位 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了 可是正因为这样 这个皇太子就很容易遭到 其他诸皇子的一些讨厌或是排挤 因为毕竟他很早就被立为太子 而且在立为太子这件事情 其实对其他皇子来讲 其实是有点点不太能够接受 索额徒事件后 太子应人形势愈发乖章 幸好有四阿哥应征 仍前替他说话 仍后还当太子的军师 教太子几招 让他在父皇面前成功翻盘 其实女真人的皇位继承 不是用嫡长子继承的 因为嫡长子继承 其实是汉人的一个继承法 那康熙很特别的 就是在立太子的时候 他不采取传统女真人 或是游牧民族的这种 汉位推举的方式 而是用嫡长子继承 所以相对对其他皇子来讲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不是很公平的一个原则 皇太子跟大哥之间 他们其实都是有 各自的势力的支持 那皇太子就是有 这个俄徒势力判的支持 大哥基本上有 纳兰民族的势力的支持 所以双方背后 其实除了皇权的争夺之外 其实还有党真的一个差异性 可是如果我们从政治上的角度 康熙知道吗 我相信康熙应该是知道 而且甚至康熙是以有意为之 让他们互相制衡 这是帝王心术 他竟然不想让一派做大 可是又要另外一派去制衡他 所以这是一个皇帝 在操作朝臣的一个手段 可惜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 虽然遇下有方 却是个失败的父亲 他一手调教出来的皇太子 后期烈化程度 远远超乎康熙想象 康熙47年5月11日 康熙前往长城外 热河避暑山庄契下 7月18日转往木兰围场打猎 谁嫁的有皇太子 大阿哥 13 14 15 17 18阿哥 等八位皇子 第18个皇子年纪很小 然后他又很喜欢这个孩子 那时候他正好得了腮蟹炎 所以就把他带过去 因为他想要看看他 结果没想到说这个孩子生重病 因为腮蟹炎引起照顾当 后来变成病情加重 18阿哥是当时康熙十分宠爱的蜜妃所生 加上康熙年过半百 对这个小儿子致是加倍喜爱 然而18皇子的病逝 在孕医百般治疗下 非但不见好转 反而还日益恶化 康熙焦虑不移 群臣也因皇室年事已高 恐怕难以承受 无不担心 然后找了很多的皇子来照顾 可是他发现皇太子呢 就没有担心跟这个忧心的表情 所以康熙就觉得 皇太子是未来的储君 是未来的皇帝 可是对于兄弟们 却没有有爱之情 所以他其实相当相当的生气 所以当面斥责他 此时的皇太子竟然若无其事 一副与我无关的态度 甚至当康熙已 你是亲兄 毫无有爱之意 相择时 太子竟有些愤愤不平 再来就是发生了几件事情 比如说跟蒙古的一个会谈里面 他去拦截贡马 其实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这是破坏了这个伦理 所以你要当皇太子的人是 你要做到到位而不是越位 那如果你做到位没问题的 可是你越位了 你预越了那个权限的话 那就表示你有要当皇帝的野心 太子哪里见过父皇对他如此暴怒 气冲冲回到营帐 肆意鞭打随行大臣侍卫 可是他内心还是很焦虑 所以他就不时在父亲康熙的营帐外 窥视 那当时康熙的守卫就是大哥 大哥就把这件事情禀告给康熙 那康熙觉得皇太子在帐外窥视 其实是很疑惑的一件事情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就受到了处罚跟适者 他觉得那双眼睛是很奇怪 好像有一个杀心一样 然后他就很多的前程往事就翻涌起来了 当时只有16岁的印人 根本没有意识到父皇的不满 但是康熙认为 这说明皇太子不孝不堪重用 后来康熙在废太子时 说自己包容20年 就是把这件事作为起点 可见这件事情 给康熙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再加上账店夜景事件 让康熙立刻怀疑太子要谋反 原因竟是为了他 在康熙47年的时候 其实索尔徒已经被杀了 然后因为索尔徒被杀的关系 所以他就怀疑 这个孩子是不是想要造反 康熙愤怒地说 正不补今日被证 明日遇害 昼夜见 意思是说 不知道太子什么时候会来要我的命 所以他先发誓人 召来王公大臣 宣布皇太子的诸多罪状 宣布完之后 他随即痛哭铺地 可见得康熙下这个决定 有多么的白干交集 一代强人康熙皇帝为何痛哭倒地 两日后康熙地狱随行文武诸臣 就皇太子暴力韬银 有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正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廷 亦从不令缴好少年随事左右 经皇太子所行莫死 正时不生愤懑 至今六日未尝安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早在康熙四十六年 康熙皇帝已经发现 皇太子应人不对劲 派出密探王洪旭暗中观察 太子一言一行 没想到还真的被王洪旭 查到太子的惊天丑闻 人口贩卖在古代西松平常 可自次涉及到官府甚至宫廷 他们假借御前人员之名 抢买平民 男的称小手 女的称御勇 这些小手御勇被买下后 大多下落不明 人到哪里去了呢 竟都送到东宫孝敬太子爷 这就是康熙御令所指 太子不仅喜欢宫外妇女 连面容俊俏的少年 太子也兴致勃勃 这让康熙皇帝着实无法接受 千古一帝 康熙就此倒下 簇勇在侧的皇子们 究竟是更担心父皇健康 还是等了近三十年 终于空出来的东宫大位 一场刀刀剑骨 泯灭人性的争处戏码 即将血腥登场 八皇子印刺相当受到康熙青睐 皇子当中印刺是年纪最小 就被封为贝勒的人 还被康熙任命为监国 甚至在太子被废之后 八个还当上了内务府总管 清查国库 亏空一案 眼看除未垂手可得 康熙突然举办了一场民主投票 选太子的活动 开票结果满朝文武 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投给了八贤王 那么赢得大臣喜爱的印刺 可以顺利成为储君吗 请看资深记者 陈湘怡 叶嘉靖 卢于婷的 深度报道 康熙四七年九月十八日 康熙召集皇室宗亲 骑至奉献殿 祭祖告天 因为大大哥如果说 他以年纪最长 而且也算是有才干 所以当他听到 这个太子被废了的时候 其实历史上记载 大大哥其实内心 是有点点高兴的 大大哥应提是 黄长子 聪明干练 文物双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深受康熙气重 曾两次随嫁 出兵侦讨戈尔丹 不过 大哥的生母 只是一位庶妃 让皇太子四位 落入一人手中 大哥表面上遵从负命 实则心里不甘 他密切注意康熙对太子的态度 并不时打小报告 想要拉太子下来 康熙四七年时 大哥抓住机会 成功拉下太子 心中很是得意哦 他脱口而出 对康熙上奏说 因为他觉得事情要赶在气头上 皇帝在气头上的时候 就容易做冲动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气头上 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就说如果你心软的话 我可以动手 我可以去杀掉自己的弟弟 他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反而曝露他的一个真面目 反而让康熙皇帝觉得 这个孩子是有更大的问题的 当场就斥责他说 不安君臣大义 不念父治治情 天理国法 解锁不容 随后就发表声明 说他无意立大哥为皇太子 这话让大哥如招重创 好巧不巧 就在这个时候 又被三皇子发现 大哥以巫谷之处 加害太子 康熙知道之后极为愤怒 大哥作俭自服 怨不得人 他行事过于躁进 不像八皇子应似 温润如玉 就连康熙皇帝也很喜欢他 康熙四七年时 太子应仁被废掉皇太子之位 康熙将刘金的八皇子 任命为内务府总管 这个职位非常重要 在情势晦暗不明 满朝震动的情况下 显现出康熙对八皇子 超乎寻常的信任与器重 本来黄八子的印象来讲 康熙的印象是不错的 因为梁妃的关系 他对这个小孩是不错 然后因为这个小孩知道说 他的出生并不好 因为母亲身份是新者库出来的 所以他就知道说 看尿好好的表现他自己 八哥硬似天资聪颖 而且小小年纪就通达人情 待人接物亲切随和 擅长骑射之术 相当受到康熙喜爱 十七岁时被封为贝勒 是当时贝勒中年纪最小 还多次被委以重任 所以黄八子在历史上 有所谓的八贤王的一个称号 也就是他做什么事情 都很玲珑八面 在康熙出赛之时 与黄三子一同办理政务 这已经有点 共同坚果的味道了 之后还被赋予多项重任 像是帮助豫亲王福泉料理 广散库 重建冬月庙等等 可见得在康熙心目中 八哥确实是足堪重任 八哥母亲出身低违 造成八哥想证明自己在各方面 都不输其他皇子 也希望母亲可以有一天 能够母平子贵 所以八哥暗暗发力 希望能够得到康熙赏识 八哥处处模仿康熙特点 尤其是在对待下属方面 康熙特别仁慈 所以八哥对身边的人 也都非常客气 如果八哥要上位 他势必要得到一些奥援 那在八哥的一些党余当中 九二哥跟十二哥是他很重要的 一个得力的助手 那九二哥因为他家境 比较应付比较前 所以基本上是八哥 势力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经济来源 那十二哥基本上 因为他母亲出生比较高贵 所以刚好可以弥补 八哥在整个出生背景当中的 一个差异性 八皇子基本上 在皇太子第一次被废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被康熙为以重任 就内府总管 可能是康熙想要测试 朱皇子的一个能力 康熙任命八皇子 为内务府总管之时 也交给他一个任务 那就是好好查组 原内务府总管林普 林普是废太子 儒母的老公 康熙让他做内务府总管 原本是为了让他 就近照顾太子 哪知道 林普却仗着太子势力 恨行不法 这回运人被废掉太子之位 康熙正好拿他第一个开刀 来打击太子党 可是没有想到说 这个八贤王 皇八子的态度是 他觉得他要广结人缘 他反而在这部分 很从容的就放了他 康熙听到八哥如此处置之后 荣言大怒 因为这白鸣就是收买人心嘛 谋取皇权啊 因为康熙虽然善待手下 却也赏罚分明 但八哥只学到皮毛 没有学到内在韬略 不仅有些愚蠢 还显得很是做作 这个时候 康熙皇帝赫兰发现 废太子原不是他的本意 只不过是一时擦枪走火 却曝露出几位皇子 长期在暗中 结党谋夺处位的阴谋 如果再不处理 恐怕自己跟大清的未来 都岌岌可危 只是在众多皇子之中 康熙仍然偏向废太子 但如果废而复利 他颜面上总说不过去 所以他叫来大学士李光帝 隐晦的提点他 要他私下跟众大臣传达 自己想复利 应人为太子的义任 那李光帝不知道是懂呢 还是故意不懂 然后就跟大臣之间没有什么默契 跟皇帝也没有什么默契 后来皇帝就说 那我们用推举的方式好了 那每个人都推举的是这个皇八子 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是帮皇太子的 太子帮还是有的 一来就是兄弟之间的友谊 那这个部分是以皇四子的表现是最明显的 他一直觉得说这算是他的兄长 那兄长之间犯的这个错是无心的 无意的他可以担保他没有这个问题 即便皇四子应尊力挺废太子应人 但终究敌不过朝廷上支持皇八子的声浪 那这件事情其实让康熙非常非常讶异 而且非常非常惊讶 而且甚至震怒 因为他发现八皇子为什么在朝廷这么得人心 而且大家众口推举他 是不是有串联或者是有拉方结党的一个问题在里面 康熙四十八年因为大哥与八哥争处失败 康熙帝诸子矛盾计划为了缓和局势 康熙决定复利应人为太子 那么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引人没有顺利继位 把江山设计拱手让人呢 根据史书记载 早年康熙皇帝不喜欢雍正 也就是他的皇四子应真 康熙认为萨格喜怒不定 要他借急用人 应真仅遵父皇教会多年来胸有地公 从不对皇位做非分之效 那么这一位自称天下第一闲人的皇四子应真 是如何赢得康熙欢心 成为康熙继承人呢 另外相传宁真剿照 抢了十四二哥的皇位 其实康熙只是倚重十四二哥的军事天分 让他替大清防御边界 再则十四二哥一直以来 都是八爷党的成员 如果传位给他 难保有朝一日 十四二哥会被八爷牵着鼻子走 成了傀儡皇帝 那么雍正是如何上位的 相传是康熙亲自传授称帝秘诀 才让雍正顺利登基 这是真的吗 请看自身记者陈湘怡 叶佳靖 卢玉婷的深度报道 康熙正式宣布布立太子 他第二次被重新立为太子以后 他想到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夺权 他想到夺权的方法 就要你去收买人心 我要有基本上的一些胜算 所以他开始去贪污 要去储备他的一个本 另外一个就是要掌握权力 因此这一回他府一上台 就把布君同龄脱合旗 兵布尚书梗额 行布尚书骑士舞等人 拉拢到自己身边 他认为这样子做 已经万无一失了 所以形势开始无所顾忌 康熙也听到传闻 当机立断 不动声色 借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贪污案 将皇太子党禁术绞杀杀 然后在巡视塞外 回到畅春园之后 对众人宣布说 皇太子自负力以来 狂急未除 大失忍心 祖宗弘业 短不可托付赐人 就这样太子不仅二度备备 还永远地失去了东宫太子之位 这样一来康熙皇帝无意间 重新启动诸皇子 因觊觎处备的明争暗斗 尤其是刚刚被复封为贝勒的八皇子 硬死 抢先出手 康熙寻幸热和的时候 他让这个朱皇子能够随时再测 那当时的八皇子因为生母的忌日 所以无法随时再测 托人送了两只海东青作为贺礼 那这个海东青 一直在女真的一个习俗当中 他是万一之神 就是老鹰当中最具有象征性的 一个正面的意涵 所以送两只海东青给父皇 那当然就是有寓意说父皇能够长命百岁啊 然后一样英明生物 皇帝拿到的这个礼物 本来应该是活跳跳的海东青 后来变病炎炎病得要死 那这象征什么 海东青是象征这个满足国家的命运 那你是不是在诅咒我 诅咒这个皇帝呢 康熙大怒把巴尔哥骂了个狗血淋头 末了还说 至此赠予巴尔哥父子自恩绝业 也许这是康熙为了杜绝 众皇子进逐处位的方法 康熙选择最有实力的巴尔哥 作为标靶集中火力加以打击 那么在康熙皇帝心里 谁才能承接他艰辛缔造的大清锦绣江山 四阿哥应征 一开始并不得康熙欢心 像是康熙第一次分封皇子之时 大阿哥跟三阿哥分别被封为 罗子郡王跟罗臣郡王 但已经成年的四阿哥 却只被封为多罗贝勒 当时有大臣觉得不妥 上述请求康熙说 将皇子照立进阶封王 可是康熙听了却说 正与阿哥等流星视之已久 四阿哥为人秦帅 七阿哥父姓努顿 正义一决 何等互得再寝 康熙对于四皇子的一个考语 其实在前期都不是相当的正面 比如说一开始为人清算 不好意思喜怒无定 所以康熙后来送给黄世子四个字 叫做借吉用人 希望说他能够更多的忍耐 然后不要太多的急躁 这是父亲对自己的儿子的一种态度 算是一种教育 康熙五十一年时 是阿哥见应人两费两利 认为废太子乡在翻盘的机会 实在是很小了 所以他开始动心思 来建立对自己优励的局面 不过他并不像其他皇子那样 忙着拉拢大臣 结党轻压 而是处处关心康熙的身体 时时息下吻安 这个皇子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手段 就是他前期不参与夺敌的争夺 所以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比较闲人的样子 比如说可能他会吃灾念佛 登山种花之类的 就表明说他无异于争夺夺敌这件事情 那第一个让自己减少风险 卷入这个政治纷争 黄四子应征最新田园山水 自称是天下第一闲人 凭着这点赢得康熙青睐 除此之外 四阿哥还有一个 其他皇子没有的优点 康熙是渴望亲情的人 那他的亲情到哪里可以获得 是到黄四子的宅邸 到他的家里面 他是可以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感觉的 到黄四子这里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变得是他比较开朗的 他可以从这里去享受到 那种家族的生活 你看后来他对黄四子是很喜爱的 狮子园都送给他 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好 这个孩子好在哪 好在不争 在很多人都在争夺的时候 这个黄四子也就是后来雍正皇帝 反而去领会了一些道理 他从戒级用人里面 确实是领会到了一些道理 所以他这个不争之争 让他变成康熙在晚年的时候的一个 很好的选择的对象 长达十四年的皇位争夺 最终由黄四子应征胜出 也许您认为应征臣腐吉身 抑或不尽人情残害手足 他才能笑到最后 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应征只是用对了方法 韬光养晦培养软实力 才成功当上大清之主 承接了康熙盛世的荣光 承受负贫百年的雍正皇帝 绝非是父矫照之人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一起上 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 订阅跟分享 另外我们也已经有Podcast 欢迎您下载收听 我是曾伟 我们下次再会